生菜也是吃到飽的 其實想像中的沒有那麼柴 沒有什麼奇怪的味道 因為真的很好吃 很值得推薦大家來的一個地方 大家好大家好 我是獅獅 在吃烤肉時你會選擇CP值還是精緻的氛圍呢 今天我們就來到了 宏大豬肉商會 來跟大家吃這個烤肉吃到飽 豬肉商會呢 它就在宏大的9號出口附近 為什麼會選擇這家呢 因為在never上面呢 它有2000多個評論 是得到4.68顆心的 我應該還蠻不錯 我們到底來這裡吃烤肉吃到飽 會是怎樣的體驗 而且要多少錢呢 我沒有想到原來這裡真的很多人 這裡共有三種manus 第一個就是最基本的 只是豬肉的一個set 然後只需要15900 第二個set就是有薩雞17900 但如果你是想要吃全套餐 全部都想要吃到飽的話呢 就是21900一個人 那我們今天就選了最基本的豬肉set 他們就會提供你一個這樣子的版 然後你就是可以去他們那裡去拿肉 今天我們會吃多少 能不能吃回本呢 我們拭目以待吧 這裡呢有蠻多種不同的豬肉部位 那我們先來夾一個 大家最愛吃的三層肉 它的三層肉 看起來還不錯耶 這個是 這是 這也蠻好吃的 這裡的生菜呢 也是吃到飽的 非常好 可以補充青菜 非常讚的就是 它有這個gani 我喜歡吃這個gani 小菜呢也是自助的 有這個 kimchi 然後 豆芽 大蔥 辣椒 蒜啊 還有豬皮耶 然後有很多各種不一樣的 醬料給你點 裡面是包含了這一個大醬 讓它就是在中間這裡滾 然後呢 這裡就可以烤你的小菜啦 這裡的用餐時間呢 就是兩個小時 你就可以在兩個小時以內呢 就盡情的吃 可是大家記得 千萬不要浪費食物 開動啦 它的大醬好像是有點小辣的耶 好 來吃一塊它的三層肉 其實想像中的沒有那麼柴 嗯 可是我剛才在烤的時候 我覺得它看起來好像很乾 嗯 可是吃進去的時候還好 這烤肉最好的配備呢 就是要配菜一起吃補充三十纖維 我個人就喜歡夾那個紫蘇葉 但是如果你是不喜歡吃紫蘇葉的話 也沒關係 但我是超愛 加一個三層肉 再放點泡菜 還有一片蒜 現在觀察到周圍啊 基本上都是很多男生來吃 就是男生可能有70% 女生30%左右的一個比例 沒有想像中這麼的 不好吃 因為它剛才真的 處於在一個冰塊的狀態下上去 肉質本身是滿軟的 但 就沒什麼肉味 就沾醬吃的話就還ok 但你如果單吃它的話 你就吃不出來 再吃什麼的東西的感覺 我們的第二盤肉 來吃這個 薄的 豬肉片 來烤一下這個豬皮 豬皮呢 一定要從它的那個皮開始下去烤 來吃我很愛吃的豬皮 我真的很驚訝這裡有豬皮 因為其實豬皮的東西呢 不常在烤肉店裡面出現 因為它其實處理是蠻複雜的 如果處理不好的話呢 豬皮其實是會有一種味道 你真的吃不下去 所以呢 好吃的豬皮真的很好吃 但難吃的豬皮 其實也可以很難吃的 然後吃豬皮的時候呢 一定要點它的這個 黃豆粉 來吃吃看 滿滿的膠質 我覺得它豬皮可以耶 沒有什麼奇怪的味道 因為它有醃製過 所以它有一點甜甜的味道 而且它很軟 蠻好吃的 好啦 那我們現在吃完出來了 我們兩個人就吃了三萬一千九百韓幣 一個人平均呢 台幣不到三百八十塊 你們覺得如何呢 如果你是一個食量大的話 想要吃很多烤肉的話 歡迎來到這個豬肉商會這裡吃 因為你真的是可以吃很多很多不同 部位的肉啊 然後也有一些小菜啊 蔬菜等等的 我們就來看看下一個 精緻一點的烤肉 又是怎麼樣體驗呢 吃完了CP值烤肉呢 今天就要帶大家來去一個 比較氛圍感的烤肉店 那這一間烤肉店呢 是在新村 是新開的 它叫做 民屋火爐 我看到它裡面的氛圍的裝修啊 真的是非常有feel 非常有氣氛 所以呢 今天就帶大家去吃一個 比較精緻一點的烤肉 看看又是怎樣體驗 看看裡面的肉 到底好不好吃 Let's go 從外觀看這個烤肉店 就知道真的是很不一樣 它非常非常非常大街 那我們就進去吃看看吧 這間餐廳呢 也是我在網路上找的 然後我想說這間 欸這間新村 感覺好像很不錯 它其實有點像那個 三清燙火烤肉 可是三清燙火烤肉的 真的很多 我就想說 那我們就來吃這一間 因為它其實 它整個概念是差不多 裡面就是像 火爐 然後非常有氛圍感的 沒有我想到 我們 五點半來吃 這麼多 也是滿的 所以我現在非常的期待 因為其實 大家都是韓國本地人來吃 這裡的肉呢 就不是我們去第一間 就是自助市 它這裡就是單店的 那當然肉的價格呢 就會比較稍微高一些 這裡菜單呢 就沒有很複雜 都是肉 可是它這裡 除了豬肉的部分之外呢 它這裡也有牛肉可以吃的 好 我們應該是會叫這個吧 就是第一個 全部都有的 三層肉啦 然後有豬頸肉啦 等等的 它不是一般的食材 它是胃的食材 這個生牛肉一起吃 好吃 超讚 好新鮮喔 這生牛肉 哇 這是三層肉 看起來滿不錯的 瘦肉跟肥肉都滿均勻的 來吃吃看 可以配它這個蔥絲一起吃 超好吃耶 我很認真 真的很好吃 Vicky老師跟她說 這間店是我第一次來 所以其實我也是抱著說 嗯 來 猜猜看 如果真的不好吃 就把這三層再找另外加 但它意外真的很好吃 哇 它這裡的肉呢 真的是可以吃出那個 肉汁 然後 非常的彈牙 一點都不猜 它這個蔥絲真的很好吃耶 哇 它這一塊豬頸肉 超大塊 看起來超好吃的 超級好吃 來喝他們家的大醬湯 好好吃 因為它加了這個韭菜 然後加了很多蔥 跟一種很特別的菜嗎 所以那個味道是真的 不會只是大漿死鹹的味道 這家真的可以給過 太好吃了 直接再加多一份這個豬頸肉 超厚的 超厚的 nice 那個肉是直接爆開在嘴巴裡面的 超爽 雖然這家烤肉店的離青春站有點小區 但是還好啦 就走個十分鐘一定會到 它其實在最尾最尾那裡 但我真的很推薦這家 因為我其實沒有抱太多的期待 但是我來到這裡吃了它的烤肉之後 是一個很值得推在大家來的一個地方 肉真的很好吃 很鮮美 CP值高的 就是自助市的 跟這種有氛圍感的那種烤肉店呢 品質確實不一樣 當然我知道價格也會不一樣 可是就很好奇大家 一般來吃烤肉 會想要吃那種CP值 可以吃到很多很多的烤肉 還是會想要來吃這種比較有氛圍感 可以坐下來好好享受那個烤肉 結果不知道是我們太餓 還是真的是好吃到吃很快呢 我們用30分鐘就吃完了一餐烤肉 那今天這個氛圍感的烤肉呢 我們總共吃起來是 8萬5千 那我們是叫了600g的肉 跟一盤生牛肉 價格算OK啦 沒有說到非常非常貴 那當然大家聽起來 8萬5 跟自助市的CP值烤肉比起來 當然是貴了1到1.5倍價格 但是我覺得整體的氛圍呢 跟整體的體驗的都是還不錯的 所以大家會想要吃CP值烤肉 還是想要來這種氛圍感的烤肉呢 歡迎大家可以跟我分享你們的選擇 希望大家會喜歡今天這一集比較特別一點的企劃 如果大家喜歡看的話 也可以留言跟我分享 之後呢 再發掘更多那種CP值 跟有氛圍感的店呢 再跟大家一起分享 喜歡這影片的話 可以給這影片個喜歡 然後也可以訂閱我平台 還有Follow我IG 那我們就下個影片再見他 拜拜喲 安妞 說明一下 說明一下 我們希望